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健康快乐第一位 极简主义 我们要走极简主义 第一就是说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 这是建筑师范德罗 他说的 我们站在美国的大地上 我们想过一种中国那种 过去那种生活 悠闲的生活 物质极简 定期大扫除 巧悠二手平台 三思而厚买 坚持出一进一进一出一 注重品质而非数量 勇眼俱主 生活的主角不是任何的物品 而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张晃东 第二关系极简 定期的清理通讯录 低质量的圈子该离就离 不舒服的关系当断即断 用心经营无用的关系 留下两三老友 常联系常亲近 家人至亲多陪伴才不负缘分 越是无用的关系 越要用心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独处 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旅行 可以读那个经典子集 可以听音乐 可以思考 人自有跟自己好好相处 才能更好的拥抱 他人拥抱这个世界 下来就是心事集结 运用不值得定律 心凡时 默念口诀三遍 弃我而去之人 不值得追 无意之事 不值得纠缠 他人的眼光 不值得在意 第二 进行适当的情感宣泄 比如说去旅行 去健身 去菜市场感受人间的烟火 去跟陌生人倾诉情绪 去睡一大觉 或者去大吃大喝一顿 下来就是要静下来 安静下来 才能静下来 才能干净下来 尝试每十分钟的冥想 每天十分钟啊 不练过往 不忧将来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 抚养你的心 试着把注意力 转移到那些美好的事物中去 比如说旅行 比如说读书 比如说绘画 比如说养花草 比如说做菜 享受这个中华的美食 心中多阳光 阴脉自然无 第四 就是目标极简 不要想八九 专注于二三 专注于一两件小事 不朝三暮四 不沾前顾后 学会心无旁骛 选择了就尽力去做 第二 学会切蛋糕 大计划 细化成一个个小计划 每完成一个计划 就给子一个小奖励 极简计划 即可执行 能够执行的 马上就做就行了 最重要的是 坚持坚持 再坚持 目标清晰 坚持下去 人一简单就快乐 但快乐的人 屈子可守 希望我们是快乐的 一复杂就难过 可复杂的人 如过江之急 非常的多 生活也好 内心也罢 总是越堆积 越混乱 越痛苦 世界太大 人生苦短 我们已经背负了太多 辛苦了太久 新的一年 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 生活中 也可以清爽自在 2021活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模样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张昂东在美国 亚历桑拿州的凤凰城 给您带来的报道 今天的主题是 健康快乐第一位 我们要坚持极简主义 拜拜 我们会有精彩的节目 奉献给大家 再见